欢迎收听无聊日常心理 我是昊敏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两个女生之间的对话 这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 与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会遇到的情况 就是一模一样 或者是我自己曾经也是 这样子纠结过关于感情的事情 所以看一看咯 这个是不是你 然后呢最后来看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去让自己不会一直在陷入 在这种纠结当中 话说这两个女生的对话是这样子 就是其中一个女生呢 她知道她有一个好姐妹 之前好像有一个不错的对象 可能可以发展的 然后她就问她说 那这个怎么样 谈得怎么样 然后这个姐妹就跟她说 就没有后续了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这样子 然后这女生就问她说 你对她没有好感吗 她说也不算 但就会感觉她好像没有想要跟我发展 那姐妹就会问她说 怎么说啊 为什么会这样讲 她说其实半年来呢 这个男生都没有正式的主动约过她 都是她自己主动约对方的 那对方有的时候被约的时候 甚至还会拒绝 那她可能就是先表达说 就是这个男生啦 先表达说 哦 不好意思 可能我就是一个比较没有 那么有创意的人 所以这个是你要先包含哦 如果就是你希望我可以 哇 给你很多的surprise啊 或怎么样 可能我不是这样子的男生 就先让这个女生先知道 她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木的 比较没有创意的男生 然后这女生一开始 OK 知道了 但没有关系 她就先主动去约这个男生好几次 可是这个男生要嘛就拒绝 要嘛就是很被动的就接受这个 呃 她的邀约 又不然就是可能她会给她提起她的事情 然后这女生就一直觉得说 我都搞不清楚她到底是 呃 再挽拒我 是真的单纯没有时间呢 还是说其实她对我没有意思还是怎么样 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去问 因为她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一直暧昧不明这样子 我是以什么身份去追问她这些呢 所以她就会越想越气 就会觉得这种拉拉扯扯的感觉很讨厌 又觉得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那这个姐妹就问她说 诶 那她去不去你想去的那些活动 或者是你想做的事情 有没有她你的体验的影响会大吗 然后这女生就说 其实也不是 其实这些活动我自己也是很享受的 就是想要跟她一起嘛 带上她这样 所以她的姐妹就说 对啊 其实你本来也是 可以享受这些活动的 所以不能说是浪费了时间 而且如果对方真的跟你一起 去进行这些活动的话 其实对方也是在花时间陪你不是吗 那她是不是也要耗费一些时间跟精力呢 然后这女生就想一想说 诶 对哦 对方其实也算是有付出的 比如说她提议要去一个 比较远的地方 要开一个可能三四个小时的车程的 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男生也会花时间 去找一个路线啊 然后开一整天的车啊 然后对方也是没有怨言的 可是这个女生还是 想着想着还是觉得很生气 说 可是如果对方 这样半年来都没有邀约我 她是不是对我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的话 她是不是可以早点拒绝我呢 那不要一直这样模模糊糊嘛 我没有感觉到那种 被坚定选择的感觉 你说她是不是不敢负责任 那好朋友就问她说 那如果这个男生 一开始就拒绝你的话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 凭什么你不给我尝试的机会 然后这女生就说 凭我的性格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质问 那这边就值得停一下 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常常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觉得男生太被动了 然后你就很讨厌 想说那你如果真的不喜欢 就不要拖拖拉拉嘛 就直接告诉我就好 但是呢 当如果对方真的一开始 就拒绝你拒绝你拒绝你的话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 你会想说都还没有尝试过 你凭什么拒绝我 我这么不好吗 这样 所以好像怎么做 你还是会心里感觉到 不舒服的对吗 所以她的好朋友就跟她说 所以可能这个男生 并不是说她故意要拖着你 她可能也在考虑 因为呢 亲密关系的早期 就是一个互相探索 互相选择的一个过程嘛 所以平均来讲 可能是需要花三个月 到六个月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的 这样子呢 也可以为了以后 这个关系更稳定嘛 不会就是突然 哇一见钟情 然后一头热 就给你很多的promise 然后突然间冷掉 你其实也不是对一个关系 很健康的一个发展嘛 可是这个女生 还是会纠结于 就是在于 我一直这么主动 她就不能在刚开始的时候 也热情一点 主动一点嘛 这边又可以停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 我们很常在 一个关系里面 或者是你自己 在这样子的一个 状态下的时候 可能会去跟姐妹抱怨 或者是你在 姐妹抱怨团里面的时候 会听到其他的姐妹 跟你抱怨 可能她喜欢的一个对象 然后对方呢 又不主动 不够热情 你自己就会纠结说 她到底喜不喜欢我 她够不够喜欢我 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 花时间在这个男生的身上 这样子 然后这个姐妹就跟她说 其实关系的早期呢 如果对方真的 频繁表现出 特别夸张的热情 可能才需要小心哦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她有时候 到他们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一开始 那个男生也是猛追啦 那个时候就还以为说 哇遇到真爱了 哇这个男生 这么的投入 这么的热情 可是结果发现呢 这个男生是操纵型人格的 然后之后就分手了 所以可能操纵型人格 也是有一点NPD 自恋型人格的特征 这个之前我在另外一集 聊NPD的时候也聊过 欢迎大家去找回来听一听 然后呢 就这个姐妹就继续说啦 她说操纵型啊 或表演型人格的人呢 都喜欢在很早的时候 就给出超多的承诺 因为他们想要快速的迷惑着对方 而且呢 在过高的评价基础上 去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呢 往往也只是雾水情缘而已 所以呢 她觉得相对这种 过于夸张的认可 一开始会有犹豫 其实也不是那么糟糕 对吧 然后这个女生想一想 觉得好像有被安慰到这样 然后呢 这边就看到有好一些帖 就是可能其他朋友 也面对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呢 都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坚定选择的这件事情 我希望被坚定的选择 我希望一开始就感受到 被坚定的选择 然后这个女生就问说 那其实想要被坚定的选择 有问题吗 她的好姐妹就问回她说 你为什么总想着别人选择你 你就不能做选择吗 然后这女生说 没有啊 我选啦 你看我都主动一直在约她 然后她的姐妹就问她说 那你是根据什么来选择呢 你不会仅仅因为别人喜欢你 你就选择她吧 然后这女生想了一想 她说好像有一点相反的 反过来的 就是反而是每次对方流露出 犹豫或者是不确定的时候呢 她就很容易把这个当作是 对她自己的不认可 然后呢就给对方盖了一个chop 就是不坚定 chop完之后呢 她就会光速地撤离 因为她觉得拖拖拉拉 这样子是她的大忌 然后这种情况呢 在她身上呢 已经发生了过好几次了 就是很多前面感觉上 可能可以发展不错的对象 结果都无忌而终 都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她的姐妹呢 就点出来 就说你其实陷入了一个悖论 就是你想要人家 坚定地选择你 但是你跑得这么快 也不像是在坚定地选择人家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自己也没有 那么坚定地选择人家 可是你要求对方 要坚定地选择你 然后她姐妹继续再跟她说 就是我们渴望 被别人选中的这个感觉呢 因为这个能验证我们的价值感 肯定我们的独特性 这种接纳会让我们感到强大 然后很陶醉 但是如果呢 把它当成是唯一 至高无上的一个标准的话呢 这也意味着 我们把自己的情绪的按钮 交给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很容易让原本 就已经缺乏安全感的人 她就会更焦虑 不过她这个姐妹 最后有跟她说 其实你这个对象 也确实拖了半年 那如果半年 她一次主动靠近你的 这个行为都没有 那其实也真的就算了吧 那下一次呢 如果还遇到 不错的对象 应该怎么做呢 这女生就问说 我还要继续地 做主动的这一方吗 然后她姐妹就跟她说 其实还是可以主动啊 就是你原本有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想去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自己去 当然你也可以带上她 这样子呢 就算对方不合适 你还是可以享受到 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呢 可能就是要 不要再那么执着于 对方是不是模棱两可 也不要去猜 意思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 可以明确地问 比如说 今天这一趟旅程 我很开心 你呢 或者是说 这次是我要约你了 下次轮到你要约我了 就是重点在于 对方有没有主动地 向你走过来的这个举动 就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 但是这个互相走向彼此的 这个步伐 是不是一定要平均 五十五十呢 当然这样也可以 但是你走六十 对方走四十 这样子其实也可以 最主要就是要去观察 对方是不是真的有 走向你的这个方向 如果你确认了 其实有的话 然后你也可以 就是要学习的地方 就是去容忍一些不确定啦 就不需要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要求别人坚定地选择自己 可以等到两个人都往彼此的方向走 然后真正在中间点 相遇了之后呢 再去坚定地选择 其实也是来得及的 那这边有些后继 首先第一个呢 要说到的就是 关于安全感匮乏的人 其实容易陷入这一种 填补的执念 就是把外在的反馈 及时满足 当成是自己最高优先级 也就是依赖外在的反馈 去确认自己的价值 这样子呢 其实会导致到 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或拒绝的时候呢 会更容易焦虑的 这种焦虑呢 也容易转化成一种回避 如果一旦感受到 就是对方在衡量啊 对方在考虑啊 我们可能就会 哇 马上的光速的后退 因为想要保护自己嘛 就是我们的那个 自尊已经摇摇欲坠了 如果再因为这样 又被伤害的话 我们不想 我们不要 所以呢 自己先撤 才可以最好地保护 我们的自尊 所以呢 在安全感缺乏的情况下呢 很容易产生 就是焦虑型 或者是回避型的 依恋人格 这个之前我在 另外一集的podcast 也是跟大家分享过的 同样大家也可以 找回来听一听 但是很遗憾的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你反复地 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处理的话呢 就是要嘛 一直想要 马上得到 一个明确的答案 要嘛就是 太快地撤退的话 很难感受到满足感的 因为你的内在信念 没有发生改变的话 外在的反馈 是很难转化为 我们自我的认同感的 然后第二个后继呢 就是关于 刚刚有提到 就是亲密关系的 一开始前面 第一个阶段 就是那个观察期 虽然没有研究 明确的建议 我们应该 在什么时候 对亲密关系 做出排他性承诺 就是commitment into这个relationship 因为每个人 毕竟很多方面不一样嘛 性格啊 背景啊 条件啊 等等都不一样 但是呢 大致上 很多的研究都显示 这个实际的时间 大概是三到六个月之间 当然一见钟情是可能的 但是对某一些人 产生这种 很romantic的爱呢 以至于可以给到 排他性的承诺 是需要很多 慎重考虑的 比如说对方是谁啊 性格是怎么样 等等等等的 因素会影响嘛 所以是需要时间 跟现实来帮助验证的 然后第三个后继的就是 有的时候呢 一个个体的内心的信念 会影响我们对外部反馈的解读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认为自己是缺爱的 我们需要别人来爱我们 以证明我们值得 那我们的内在信念呢 会不断不断地去帮我们验证这个观点 那有一句话就说到 如果一个人是精神贫瘠的 他执着于被爱 或过于渴望被认可 那不管他拥有多少的能力 或者是资源 都很难救他于现实的困境 也就是我们外在看来他 比如说拥有了很多财富啊 看似好多追求者啊 或者是朋友很多啊 但是他内心内在一直是匮乏的 里面有很多的坑坑洞洞 就是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的价值 他没有办法打从内心感到满足 只要外界一没有某一些反馈 所以是他所渴望的 他就会不开心 他就会焦虑 他就会抑郁 或他就会生气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 自己的内在信念要有改变 先要坚定地选择你自己 不是总说一句话吗 爱其实是流向不缺爱的人 或者是不缺钱的人 才是最赚钱的人 就大致上是一个这样子的道理 那可能听到这里 有很多人会在想说 我中了 我好像就是容易这样焦虑啊 或者这样子回避型的人 但是应该怎么做呢 那坦白说真的没有说 step one step two 一直到step ten这样子 你照着做 然后你就可以变成 是一个安全型的人 因为每个人像前面有提到的 各种的因素都会影响 你本身的个性是怎么样 你曾经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 你爸妈给你的教育 你从他们那边 学回来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有一些已经rooted in you 那个根很深很扎实 所以呢要怎么样除根 是真的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你需要花的时间 也不一样 所以今天可能主要还是要给大家 提供更多的是 self awareness 看一下你是不是也常常在 你的感情世界里面 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明明有遇到不错的对象 但是可能都还没有真正的发展 就无记而终 或者是你明明一个人过得很好的 你觉得超有安全感的 然后自己超自信的 然后过得超好的 但是只要一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呢 然后很想跟他发展关系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变了 变成是一个很焦虑的人 变成是一个 好像精神 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在自己 原本可以做得很好的工作上 然后心思就一直花在 对方为什么不回我 对方为什么不约我 对方又怎么样 然后又影响到你的情绪 可能就变得烦躁等等 就不是你自己了 然后你很不喜欢 这样子的状态的自己 有吗 我觉得这应该不少人 尤其是女生 好像比较容易会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会不会就是你把自己困在这个所谓的很早期 就想要被坚定的选择的这个要求或执念上 所以才会这样 然后这个执念是不是来自于你 其实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或者是缺乏对自己的价值的肯定 所以才会需要一直外在给你这样子的肯定 被坚定的选择 你才会觉得我是好的 我是值得的 所以这个如果先发现了之后呢 先承认了这一点之后呢 再去找办法去练习 让自己变成是一个内在强大跟稳定的人 那关于这一点 如果大家想要交流的话 当然非常欢迎 可以在任何听到这个podcast的地方 可以留言的 可以那边及时给我反馈 或写下你的留言啦 要不然就是可以在我的facebook跟IG DM我 DJHAUMIM DM DM DM